一個29歲姓嚴鋼女子 星期四晚上因為病痛 到銅鑼灣一間中醫診所接受推拿和針灸治療後撤死 遺體在星期五凌晨接近2時 由五宮移送臉房 在律敦治醫院了解情況的親友 對於自親的死亡感到哀傷 遺曾幫死者針灸的32歲姓李的中醫師 就在凌晨1點半左右離開診所 沒有回應記者的提問 自己搭的士離開 涉事診所位於謝菲道一座商業大廈 警方深夜趕往調查 現場消息指死者晚上8點多前往求診 當腳上針被拔除時 他突然全身不停抽搐 更昏迷不醒 醫師大驚報警 救護員即場幫他急救 送完搶救1小時後反雲罰術